好那么花莲呢最近是地震频繁 那么现场徐真卫是非常重视民众的健康跟安全 就率领了县政府的各局处首长是前往了德新运动场来视察防灾公园 那么徐真卫就说了 那么德新运动场是腹地广大 那么停车也方便 无论是在各个的体育场馆 以及周边空地以及草坪都可能成为灾害 发生之后民众的灾难避难的收容区域 那么花莲县政府是随时都做好准备 现在选委表示 位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的花莲加上海岸现场 容易有地震以及台风等不合适灾害发生 所以应该要认识天灾 了解天灾预防灾害 并以灾害共存 近年来花莲县政府不断的强化整备 抢灾以及离灾等量 感谢慈激洪师之会 基督教救助协会 自在水公司 台电中华电信 以及县府各局处首长沟通的协调 更取取防灾不应该只有纸上作业 而是实际上了解当灾害来源的时候 任务的分工 且专人专职制定SOP定期演练 外政府从107年0206花莲强证之后 及参考国内外设置防灾公园的理念 在花莲人口密仇处 选定具有开放空间 以及紧密救灾道路之大型避难场所 筹设设置防灾公园 以因应发生中难灾害的时候 将可以作为避难的收容 救灾作业准备 指挥以及复原重建的灾害据点 以109年1月 花莲县平均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70人 作为检视为基础 花莲市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3513人 已经超过花莲县平均人口密度10倍以上 并未人口密集城市 因此规划在德行东公园设置花莲县防灾公园 第一个花莲是属于一个在我们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一个台湾中的花莲 所以我们常常都是海岸线又长 所以常常迎接台风的第一排最前线 那又属于这个太平洋地震带 所以我们的地震特别多 也就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复合型的灾难 我们一定要先做预防 也先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了解复合式灾难 那如何应对如何应变 那在这里 无论是整备或者是救灾或者是减灾 这都是我们现在都在做的 那所以在从0206到现在事隔已经107年到现在已经3年 所以在我们整个整备 这位用了一个比较传统也比较笨的方式 希望我们不要是纸上作业 而是实际上让我们所有的团队能知道灾难来的时候 你的任务在哪里 责任分工在哪里 你要服务乡亲 这个临危不乱的时候 你的地点在哪里 就是让大家知道在哪里 广线法在公园分别为室内收容区 广线离体育场以及户外收容区得心大草皮 宪服团队在吸收0206地震防灾经验之后 结合民间的力量规划更全面性的收容空间 并同步整合收容区医院以及花林灾害医院中心的资讯 写助民众在灾害医院的时候 尽数找到4点亲属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